大明万历年间 宝宁府和西县有个建生 姓沈明朗 祖上都是做官的 只是官职不大 父亲曾做过同志 家里攒下不少钱财 他正是早亡 后来又娶了三个妾 一个李氏 一个黎氏 一个杨氏 在他四十岁时 李氏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晚年得子 他把独子诗做珍宝一般 六岁时取了个学名 叫做沈刚 请了一个先生教他 这位先生是个混日子的 他想读就教他 他要不肯读 也不强求 一天之中读不了一个时辰 又要停下来跟父母 要个种灵嘴诗 大家好 这里是官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就这么到了十三岁 又请了一个精学先生 找了邻居家的孩子 叫干脆的做陪读 先生有个儿子 名叫花文 三人整天在一起 这花先生还是混日子的 不正经教他 又加上两个小跟班 哪还读得尽什么书 刚拿起书来 花文便说道 哥 就凭你爹这份家业 花三百两买个秀才 还不守到勤来 何必受这份苦 才提起笔 干脆又说道 哥 你将来是打算做点力吗 官场里可不靠这个 沈刚也算有些资质 却经不住引诱 花文 干脆两人引着他喝酒下棋 打排至头子 刚开始时先故意输给他 等他上了道 再从他手里骗银钱 不仅如此 两个人还窜过他去闯寡妇门 上清楼下计管 不停在他耳边吹风说 钱财这种东西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难道有银子不去享受 做个守财奴 沈刚很快学得五毒俱全 挥金如土 先是跟娘要 娘给的少 便偷家里钱 被父亲发现后看管得也 干脆花文两人便教他到外面借 两人跟借贷的人串通 要沈刚拿家里的房产和田地做抵押 他说房产田地他做不了主 借贷的人说 你爹的将来都是你的 可以等他爹百年之后再还上 沈家的管家名叫沈石 是本县人 他的父亲沈简是沈家的老管家 他从小在沈浪身边伺候 沈浪见他诚实忠厚 办事又利索 自己当家后 就把一个当铺和前后房产 以及隔壁一个县的一座山 交给他掌管 沈石这人心直口快 即便是看主人沈浪 哪里做得不对 也要说上两句 沈浪知道他是一片忠心 也不怪他 反而对他越好 沈浪年纪大了 再也没有以前的心气而合经历 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太了解 沈石既帮忙瞒着 又十分过意不去 于是试探着劝他多督促少爷读书 沈浪却对沈石道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要是管得太严 读出病来可怎么办 还是到时候给他捐一个健身吧 沈石见主人不听 便又劝给少爷换个老师 沈浪却说道 反正他读书也不行 还是让现在的先生随便教吧 沈石本来是想把少爷在外嫖赌的事 告诉老主人 如今见老主人竟然是这样想的 也不敢再说了 沈刚如今已经17岁 沈浪曾用300两 为他定下一门亲事 失陷李凡举人的女儿 凡举人家里富裕 却经常来借钱 每次会试 沈浪都会送去一份大礼 几年下来花了不下五六百两 沈浪想让儿子尽快把媳妇娶回家 找到反举人商量 也不知道是不是反举人故意刁难 对沈浪说道 我好歹是个举人 几个亲戚的儿子至少也是个秀才 你那儿子如今连个童生都不是 还是等等再说吧 沈浪再三去说 反举人都不肯答应 沈刚见媳妇没着落 到青楼去的次数就更多了 花先生怕得罪了他丢了饭碗 也不管他 花文和干脆这两个半读的 心里想的是怎么从沈刚手里多片银子 哪管他银子怎么来的 嫖赌之外还窜落他打首饰 做衣服 借下的债何止千两 这些也不知沈浪知不知道 半年之后学到驾临本县 沈浪去求反举人给儿子做担保 反举人道 我有两个儿子 还有七八个女婿 做的担保太多了 现在只好去拜托铜窗们帮个忙 反举人回来说 他的铜窗倒是愿意做保 只是不白帮忙 少说也得三四十两银子才行 沈浪知道求人办事得靠银子 送了四十两银子过去 总算把这是办成了 沈浪知道平儿子的才学 肯定是考不上的 到时候反举人还要百般刁难 只好花钱跑去打电 找到了穴道的一个舅舅 帮忙疏通 沈浪和这位舅舅 匆匆见了穴道一面 舅舅进去了一会儿 出来说老爷已经一硬成下了 先找个僻静的地方 把银子封起来 到时候送些好的卷子 进去给他抄 保证万无一失 沈浪高兴得不得了 连忙从家里取了三百两门银 到这位舅舅指定的城外化生寺取风 就在两人正对银子时 突然有一群人闯了进来 不仅把沈浪带去的银子 全都抢走了 他还挨了顿打 那个所谓的穴道的舅舅也不见了 沈浪知道这是被骗了 可是科举作弊乃是重罪 不敢去报官 气得整整病了两个月 没想到这事还没完 学道又查到了几名作弊的同生 其中就有沈刚 沈浪知道这是可大可小 急忙脱关系走门路 学道终于不再过问 但是惩罚免不了 又罚了三十两 沈浪经历了这回 气得一病不起 沈时每天都来询问病情 沈浪对他道 我因为老来得子 对他过于宠溺 不听你的劝 没有好好教育他 也没有给他选个好老师 如今想来后悔莫及 他还年轻 我沈家这一脉人丁单薄 宗族里也没个书版兄弟帮衬 他那个岳父反举人只会借钱 将来肯定也不会管他 我想了想 也只有你能帮扶他了 他现在什么样子 你不说 其实我也听到一些 那些田产租稀 以及当铺中的利盈 你要好好看管 家里够吃够穿就行 不要多给 免得被他挥霍 沈时知道老爷这是在脱姑 哭着领命 没想到沈刚和他的母亲离世 在旁边听了 觉得老爷没把家业交给儿子 反倒交给一个外人 心里安安恨上了沈时 等到沈浪病时候 观恋都是沈时忙前忙后 他担心沈刚少爷之后要守校 娶亲的日子恐怕要拖到两三年后 便找人到樊家去说 希望能在沈浪下葬前 先把婚事给办了 要说樊举人可是个精细鬼儿 趁机开出各种条件 最终一文钱嫁妆都没出 只把女儿送了过来 婚丧之事都是沈时在主持料理 沈刚母子心里很不高兴 离世道 我是主母 怎么用钱的时候 还要向一个家奴要 沈刚在外边欠下了巨债 本来约定等父亲百年之后还 债主们上门逼债 沈时按照老爷临终嘱托 一分都不给 沈刚只能去求母亲 把母亲身边的银子掏空 才算勉强还了债 沈浪还没有下葬 沈刚正在想用什么名义 问沈时要银子 又听信花文 干脆两个人的窜斗 说他家祖坟风水不好 需要另寻几攘 其实是花文和干脆两人 串通一个风水先生来到沈家 说他家富而不贵 都是因为祖坟观星不屑 路线马空 虽然沙水还潮 但是沙暴而不贵 水潮而不秀 因此功名堵塞 进取艰难 想要大富大贵 必须另寻极地 沈刚听后动了心 又加上花文 干脆两人在后面窜斗 便丢了自家祖坟山不用 一定要去找别的山 这位风水先生给他寻了一块荒山 说这里龙真学正 水报山回 又倒是害龙落脉 真水到堂 定是状元宰相诸子满门之地 他花了三百多两 才买到这处荒山 花文 干脆和风水先生各分得百余两 再加上开始造坟 又花了不下百两 花文和干脆又从中得了不少 为了让沈刚相信这里真的是风水宝地 造坟之前 风水先生悄悄找人 把一只大乌龟埋在下面 等到被挖出来 不知情的人都赞叹不已 沈时虽然明知道他被人哄骗 但殡葬大事不好拦阻 只得一一照付 沈刚的母亲离世 沈浪在的时候还不敢乱来 如今母平子贵做了家主婆 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做主了 逼着沈时拿银子 沈时一个老奴 怎么管得了 葬了沈浪后不到百天 沈刚嫌妻子凡事没有陪嫁 因此夫妻不和 花文干脆两人引着他去嫖个痛快 见他现在能拿出大笔银子 又哄他去放债 通过花干二人 沈刚又结识了几个破落户 学着西门庆一样 在青楼里结了十兄弟 这些都是整天五毒俱全的无赖 一个好打扮的姓迷明利 一个好吃的姓田明博颖 一个好嫖的姓曹明日仪 一个好赌的姓管明缺 一个好玩的名叫游义 一个偷懒耍华的名叫安索浩 一个好唱曲的名叫侯亮 连同沈刚花文和干脆 一共十个人 沈刚从此就住在了青楼厨馆 搂着一个花魁小银儿 让花文替他置头子 花文就是要他输 才能从中捞钱 他怎么可能赢 况且就算是赢了 立刻引来青楼里的那些 阴阴艳艳艳你争我多 没有一文钱能到沈刚手里 沈时知道以后 终于忍耐不住 赶紧去见夫人黎氏 想让他去劝少爷回来 没成想黎氏却说道 从来只有家主管家仆的 没听说过家奴敢管主人的 他爹辛苦正下的 即便他多花了几个 也用不着你费心 沈时被黎氏一顿抢白 说不出话来 可言瞅着老爷 一手正下的家业就这么被败掉 实在看不下去 这天早上沈刚带着花纹干脆 在一个名叫张巧儿的仓管家回来 刚走到客厅 沈时正好撞见了 便叫住了他 沈刚这时候明显是喝了不少 问道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沈时道 小人本来不敢说 听说少爷每天在青楼厨馆过夜 老爷刚走 怕被人笑话 不等沈刚回答 花纹醉醺醺问道 少爷 这位是什么人 沈刚道 他是我家的老管家 花纹立刻说道 我还以为是少爷的书版 一个老仆这么没规矩 竟然教训起家主来了 干脆在一旁道 我听说老管家都讨厌小家主 沈刚也变了脸 说道 老奴才 当着外人面让我难堪 你这不打算在这个家带了是不是 沈时赶忙说道 我生死都是沈家的老奴 不敢有这心思 花纹与干脆又在旁边挑拨道 这样的奴才真是少见 花纹和干脆明白 只要有沈时在 他们想从沈刚身上老银子不太容易 便想窜跺沈刚赶走他 沈刚身边有两个在书房服饰的小厮 一个阿虎 一个阿张 花纹干脆两人便想拉着这两人搞走沈时 有一天 花纹趁机对两人说道 你们两个也算是沈少爷的从龙就成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成 怎么沈少爷没让你俩掌管家里的事 阿虎道 两位有所不知 老爷在的时候吩咐过 家里的事由老管家沈时掌管 就是少爷也不敢轻易把他换下去 干脆说道 你俩请我们吃顿酒 我教你们怎么赶走沈时 让你们做管家 阿虎和阿张听了 立刻把两人请到酒馆 几人一番商量后 花纹说道 还需要你们在旁边搬弄是非 让沈少爷觉得他不能用了 我们才好推荐你俩 两人按照计划 每天在黎氏和沈刚面前 说沈时的不是 没过多久 沈刚手里的银子就挥霍完了 又去催要房租 到当铺里找沈时支取银子 沈时说房租是要按计收的 当铺中的银子没有整百支取的 算是把沈刚打发走了 沈刚见迷利穿了几件 好看的实心衣服 花纹赶紧鼓动他也做几套 于是他也不顾价钱多少 做了两套穿上 田伯营在家里摆了一桌韭菜 请沈刚来做客 花纹和干脆看着满桌真修美传 极力称赞道 田相公真是会吃 我们在沈相公家里 可从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沈刚一听这话 心里特别不舒服 头亮好唱曲 有一大帮串戏的朋友 沈刚为了面子 在家里摆下酒宴 请这一干人到家里 湖吃海塞 从此这些人经常到他家来吃喝 十个人聚在一起 轮流寻山问水 有时候乘叫骑马 有时候乘船 总是到青楼找上几个小娘做陪 花纹和干脆在旁边 不停吹捧沈刚 叫马船只所需费用都由他出 平时哪个小娘生日 或者老宝子生日 花纹干脆都穿舵 沈刚为他白酒庆贺 其他人都趁机白吃白喝他的 两人还拨弄他和曹日仪两个 为了青楼女子争风吃醋 今天曹日仪午前一夜 他便叫到八前 你私赠一两 我这边就送二两 这天 沈刚又带着花纹 和干脆来到一家青楼 搂着一个叫吴娇儿的坐在腿上 和别人赌钱 没想到一下子输了五十两 想要翻本 又输了二十两 他玩得兴起 立刻叫身旁的阿虎去找沈时 让他在当铺里支取一些 沈时知道他赌 哪里肯给 见阿虎空着手回来 吴娇儿笑着说道 没有银子怎么玩 干脆道 一定又是老管家不肯给 花纹趁机把桌子一推 说道 没钱还来扯什么蛋 几句话弄得弄得 沈刚下不来台 红着脸静止来到自家当铺 跟伙计一问 沈时刚好不在 花纹认为机不可失 赶紧窜跺道 沈少爷 这下正好 趁他这时候不在 赶紧盘了当 另换一个人管 以后想知取多少 还不是你说了算 干脆也赶忙说道 我看少爷身边的阿虎就不错 聪明伶俐又听话 用他管档铺更好 沈刚此时正在气头上 立刻把银侠当房所持都交给阿虎 叫管账地把收来的东西 全都点查一遍 竟然没有一毫插持 沈时没一会儿就回来了 得知少爷在里边盘档 以为是来核查账目 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索性让他把一切都算个明白 盘点了一夜 花文悄悄对沈刚道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他手里的房租账簿也收了 交给阿张管 然后封了他的卧房 就不信他房里没藏个千二八百的 沈刚又向沈时要了账簿 回到家里 把沈时的老婆 儿女都撵出来 离离歪歪查了个遍 发现沈时房里 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踢几钱 只有一件当铺里的首饰 沈刚看了 撇了撇嘴说道 就算我随意挥霍 也是我祖上留下来的 用得着你管 本来要送你建官 念你在我家这么多年 就算了吧 我听说家里在云台 离堆两座山上 还有一些产业 那边一直慌着没人照管 你去清理清理 房里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了 你带着七小赶快走 不要惹我生气 这时候家里还有 沈浪留下来的三位主母 离世本来就恨沈时 离世整天吃斋念佛 从来不管闲事 杨氏看离世母子挥霍无度 知道将来肯定要败家 琢磨着赶紧另找出路 没了老管家正好方便行事 所以没一个人出来替沈时说话 沈时带着老婆秦氏和儿子关保 在沈浪零钱扣了几个头 又辞别了三个主母 拜别了小主母凡事 到山里去了 沈时走后不到三个月 沈刚肆意挥霍 已经有点转不开 加上管事的阿虎从中贪了不少 只好把当铺里的东西 转当到大当铺里 又过了两个月 沈家当铺就只取不当了 沈时管房租的时候 一直相安无事 换了阿张以后 那些租客看现在的掌柜年轻 慢慢跑去请他喝酒 吃人嘴短 拿人手短 租客拖欠租金 他不好意思需要 也就收不上来了 花纹和干脆两人的盘算是 既然这两个买卖收不来银子 就蹿跺他变卖房产田地 引着他去嫖赌 交结朋友 这样自己就能在中间捞银子 沈刚的妻子凡事 见丈夫被这两个无赖 引诱去嫖赌 心里也不高兴 时常劝他不要再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沈刚哪里听得进去 依然吃喝玩乐 几乎不回家 沈浪去世不到三年 家业被儿子沈刚几乎败光 典当行关了张 田产卖了七七八八 还有一些平日放在樊举人名下的 樊举人凭着自己事事身 也改到了自己名下 常言道 败家子有三遍 开始是蛀虫 吃掉家里的一是家具物件 接着变成蝗虫 吃掉田地产业 最后变成老虎 要吃人 沈浪生前开着当铺收着租 还在外面放债 如今他的儿子沈刚要还债 拿着家里的东西出去当 这叫做蛀虫 之前沈浪趁低价买了他人的产业 如今沈刚要还债 剑卖给别人 这叫做蝗虫 眼看沈刚就要变成老虎 要吃人了 李氏早早地占了家里后院的一个小花园 里边有三间书房 他在那里出家了 杨氏愁准时机另嫁他人 奴婢仆人看他家败 也都逃走了 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媳妇 母亲离世眼见儿子越来越混账 怎么劝都没用 后来忧郁成疾 半年前病逝了 外边结交的那些狐朋狗 有九肉兄弟 渐渐不再搭理他 青楼厨馆里的那些小娘 看他没钱了 见了他都翻白眼 就是花纹和干脆这两个 掏空了他以后 也不到他家来了 沈刚整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 妻子凡事劝他做点买卖养家 到了这时候 他看清楚了 想明白了 也后悔了 也想要振作 不想被人骂做败家子 于是把剩下的房产变卖了 得了五百两银子 还了一些债后 还剩下三百两 想先买个小房子住 然后再寻出路 花纹和干脆两人 听说沈刚卖了房子又有钱了 就又想着弄他 正好花纹的小舅子 房春有一处房子 据说经常闹鬼 人只要搬进去 就会看到不干净的东西 花纹带着干脆到房春的房子里看看 说道 你这房子闹鬼 肯定没有人敢买 我有办法给你卖出去 好歹让你得一百两 其他的都归我们 怎么样 房春听他说能把房子卖出去 非常高兴 立刻答应 花纹与干脆又去找沈刚 沈刚这人还真是计吃不计打 被两人骗了这么多年 竟然还相信他们 约定明天就来看房 花纹找到房春 让他买来几壶上好的烧酒 全都泼洒在右厢房 房春问他这是要干嘛 他说自有妙用 等到沈刚来看房时 花纹和房春领着他四处看 干脆悄悄溜进右厢房 点火 地上出现了若隐若现的火光 沈刚来到右厢房 看到这些火 问道 那地上是什么 花纹和干脆假装看不见 对房春说道 这几件破坛子和大缸 马上给沈兄搬出去 沈刚心里暗想 听说只要是地下有火光 就表示地底下埋着金银 他们都看不见 看来是老天爷送给我的 沈刚问房春多少银子卖 房春说要250两 花纹和干脆假装帮忙砍价 说到了200两 沈刚贪图地下的金银 没有再压价 立下了契约 买卖成了 沈刚免不得要请花纹 干脆 这两个中间人喝顿酒 刚买的房子需要整理 又花掉了近50两银子 沈刚的妻子凡事 见身边只剩下不到100两银子 心里十分惆怅 愿他不会算计 沈刚听后笑着说道 搬过去你就知道了 到时候我还是个财主 两人选了个好日子搬了过去 沈刚便把地下埋银的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不相信 说道 你要是有这个福分 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 到了晚上一更天时 沈刚把妻子叫醒 拉着他来到右厢房 挖了一个大坑 却什么也没有挖到 沈刚不死心 又到左厢房去挖 还是什么也没有挖到 凡事不愿意再挖 回屋睡了 沈刚又在其他屋子里 挖了五六个大坑 都有二三尺身 仍然什么都没有 连着挖了两三个时辰 沈刚累得腰酸背痛 回屋躺到他上 很快就睡着了 睡梦中的沈刚 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睁开眼一看 天已经大亮 打开院门一看 竟然花文和他的小舅子 沈刚问两人来干什么 花文笑着说道 我这小舅子五更天就来敲门 说是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母亲告诉他 在厢房埋藏着大笔银子 昨夜被新房主全都挖出来了 我一向不相信有这种事 他一定要拉我来 房春趁他两个还在说话 一溜烟跑到屋里 很快又跑了出来 对花文大喊道 姐夫 我说了你还不信 快来看 屋里已经挖出了好几个大坑 花文跑进去一看 又看了看沈刚 说道 虽然你是我的小舅子 可我一向帮礼不帮亲 契约上明明白白写着 伤到骗瓦 下到地基全都卖给沈兄 既然被沈兄挖到了 纵然有千两万两 那也是沈兄有这富贵名 沈刚说道 我什么都没有挖到 花文说 沈兄你也不要瞒我们了 卖给你了的就是你的 千两万两都是你的福分 他凭什么来要 房春听后立刻变了脸 说道 亏你还是我姐夫 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还想抱粗腿巴结财助不成 我听说当今圣上为了修建殿鱼 派了太监下来采买 我这就到衙门去 主动捐助银两 既然我得不到 那大家都也别想要 沈刚听说过这些太监的厉害 吓得目瞪口呆 说道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挖到 不信你可以到里面去搜 房春道 银子早就被你藏起来了 我怎么可能搜出来 我还是找衙门去吧 房春说着就往外走 花文赶忙拉住他 说道 你这蠢才 要是送到官府 还不如送给沈兄 以后你遇到了什么急难 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 不过话又说回来 沈兄啊 你发了这么大财 好歹分给他一点吧 沈刚急忙说道 这是什么话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挖到 花文道 地上这些深坑就是见证 沈兄啊 你可要好好想一想 现在当官的什么样你也知道 要是真见了官 惹出什么事 谁也说不准 沈刚无可奈何 只得服软 没成想房春开口就要三千两 沈刚瞪大了眼睛说道 我哪有这么多银子 你这是把我往死里逼 既然这样 那咱俩这就去衙门 大不了同归于尽 这当然又是花文设下的圈套 见沈刚摆出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知道他这是真急了 马上从中说何 说到五百 后来又改成三百两 莫奈何沈刚 只得把房子还给房春 又倒贴了他一百两 这时候沈刚已经生无分文 夫妻两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了 两人互相看了看 凡事道 你还说要做什么财主 现在连最后的本钱都丢了 我倒是还好 可以到李姨娘的佛堂里 暂住一段时间 你可怎么办 要不你到灵台山去找沈时 也许他能帮你 沈刚摇摇头 说道 当初是我不听他的劝 反而把他赶了出去 现在还有什么脸去见他 不如去找找以前的朋友 他的那些狐朋狗友 听说是他上门 全都推说不在 有的明明听到里面唱去喝酒 却说出去拜客没有回来 他去找花纹 花纹坐在轿子上 远远看到他过来 立马让教夫掉头 干脆倒是被他堵到了家里 没说两句话 干脆家的下人就来说 夫人有事找 进去之后就再也不出来了 见识到了这些 所谓的朋友的嘴脸 沈刚既气氛又无奈 回到李姨娘的佛堂来见妻子 妻子见他这幅模样 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劝道 你有钱的时候来奉承你的 都是冲着你前来的 你现在没钱了 他们当然就不再搭理你了 你有钱的时候 赶来教训你的 那真的是为你着想 你穷的时候 肯定会帮你 我的娘家你就别指望了 你的那些朋友也都不理睬你了 老管家审时年年来看望你 你总是对他不理不睬 依我看 你还是去找找他吧 兴许他会帮你 沈刚此时已经是走投无路 妻子去找李姨娘 借了二千银子做盘缠 雇了一头驴 到陵台山去找沈时 等到了地方 沈刚找人打听沈时 都说不认识 问了半天 有一个路人道 我们这里倒是有一个姓沈的 可他叫沈小山 不叫沈时 他儿子是做木材生意的 过了小桥 黄色的围墙就是他家 沈刚骑着驴过去 只见一个院子里坐着许多工人 正在里边吃饭 沈刚不敢贸然进去 站在门口往里张望 这时候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 一众工人全都站了起来 这人道 南边山上的树木都砍完了吗 只见几个工人立刻答道 完了 这人又问道 西边山上的木头 有没有发到水口 又有几个工人站起来答道 还有百来科没到 这人说道 你们可不要偷懒 沈刚仔细一看 这人正是沈时 沈时吩咐完后 转身就要进去 沈刚急忙跑过去 一把扯住沈时的胳膊 喊道 石伯 是我 沈时回头一看 静一时没有认出来 仔细一看 大叫道 原来是小少爷 沈时赶忙把沈刚请到大厅上 低头拜了下去 沈刚连忙还礼 沈时拿来一张椅子放在中间 叫老婆和儿媳妇都来给少爷叩头 沈刚一看 桌前供着沈浪和他母亲的牌位 就知道他记着父亲的恩 不是父义的人 工人们见沈时全家 对沈刚如此尊敬 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倒是沈刚见有人在跟前 连忙叫沈时一起坐 沈时抵死不肯 沈时问起沈刚和凡事的近况 他满脸羞愧 说道 人都好好的 只是我不会经营 房产田地都卖了 如今寄居在李姨娘那里 沈时听他这话 心里已然明白了一切 嘴上却没有一句怨言 说道 少爷不要烦恼 老奴在这里两年 已经积下几百两银子 足够少爷和少夫人花费 沈时将自己住的屋子腾出来 准备了新的铺盖床杖 夫妻两河下面的工人 都叫沈刚少爷 沈刚坐在屋里想道 我是有地方住了 不知道我家娘子现在怎样 过了一晚上 沈时早早来拜见沈刚 并报道 老奴刚来管这座山石 都已经荒废 还好山上柴草充足 老奴故人砍柴 当年就得了几十两银子 于是建起了这个庄子 然后到附近耕种取息 两年之间 先将树木小的盖在大树荫下 不能长得先行砍伐 运到水口发卖 两年来得了七百余两银子 老奴全都一一记下 现在有商人来买黄木 每株三钱 老奴已将山中较大的树木 给了他们 合计有五千颗 先收定银五百两 还欠一千两 等树木运到黄州 再把银子取回 我让儿子官宝跟着他们去了 这样算来 自老奴到了这座山 每年可出店租三百余两 可以供给少爷吃住 还有银子一一千余两 可以用来赎回祖业 少爷放宽心 审时说完 捧出一个小箱子交给沈刚 里面是这些年的出入账目 都记得清清楚楚 沈刚看了说道 这里有你在 我来站了 心里实在不安 我想把祖上的房产赎回来 你看行不行 沈时说道 我人是沈家的人 房产是少爷的房产 这些银梁也是少爷的银梁 现在就跟少爷一起 去把沈家的祖产赎回来 先把少夫人接到这边住下 然后把房产赎回 以后老奴为少爷好好经营 沈刚道 好好好 我之前瞎了眼 把当铺交给阿户 他和管当的人串通 背地里把东西全都换了 让阿张管房产 他每天到租户那里骗酒喝 分文没有要回来 现在我把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你 以后全都听你的 沈时和沈刚带了银子去赎祖产 幸亏买家不是用作自己居住 愿意让他买回去 有沈时在 只花了些中间人的酒水费 共用了七百多两 听说沈刚赎回了祖上老宅 花文和干脆两人 以及那些所谓的石弟兄 又都找上门来看他 沈刚没给他们好脸色 因为老宅被之前的买主租给了别人 一时腾不出来 他们夫妇两个搬到了灵台山的山庄居住 花文和干脆两人见他把家产败了精光 如今又有钱属老宅 于是假借探望的名义来到山庄 沈刚想在两人面前对自己不理不睬 想在他们跟前摆扩 领着他们看了东边的竹林 西边桑地 南边的鱼塘 北边的树木 他们两个见了 赶紧又贴了上来 像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都甩不掉 沈刚在山庄时 见沈时夫妻和儿媳妇都来服侍 心里有些不安 但他们始终如一 没有一丝懈怠 沈官宝带回了卖数的 一千余两银子 沈时都交给了沈刚 沈刚让沈时继续开点当行 现在他又是一个财主了 不过凡是怕沈刚救病复发 又去找那些狐朋狗友 再去青楼厨管 一定要沈时回城里住 好看着他 沈时只得把山庄交给儿子官宝 让他用心管理 以后租稀全都送来交给少爷 一到城里 以前的那些亲戚逐渐上门了 随之而来的是 沈刚以前的那些实弟兄 也厚着脸皮来了 让沈刚请喝酒 沈刚推辞不过 这些人拉着他 在他家一连暖屋十来天 紧接着 以前青楼里的小银儿 张巧儿 吴娇儿这些人听说他又发达了 也来暖屋 这些狐朋狗友 拉着沈刚喝酒 一直喝到半夜 花纹和干脆 两人又拉着沈刚赌钱 沈刚之前就是这样败家的 那时候沈时不在 没有亲眼见过 如今少爷固态赴盟 这几年租够他几天挥霍 沈时想了又想 觉得必须让沈刚 和他们彻底断了来往 于是琢磨出了一个办法 沈时往自己身上倒了些酒 从厨房提了一把踢骨尖刀 一脚踹开了书房的门 此时这一干人正玩得高兴 花纹听到门响 急忙抬头一看 见有一个人恶狠狠地 拿着刀站在面前 沈时一把揪住花纹 将他掀翻在地 一只脚踩着 又伸手揪住干脆的衣领 把刀搁在他的脖子上 这两个人喝多了酒 背下的洞弹不得 不停地祈求饶命 其余的人见到沈时要行凶 急忙往外走 可是门又被他把住了 有的往桌下躲 有的拿小马闸遮挡 小婴儿蹲在沈刚腿边 张巧儿闪到沈刚背后 把沈刚推在前面 吴娇儿钻到了塔下 曹日仪也钻了进去 吴娇儿道 可不能开这种玩笑 沈时大声喊道 都是你们这些人 哄得我家少爷败尽了祖业 如今我少爷已经改了 可你们借着来给他暖屋 找这些婆娘带上门 又引他赌 我现在就把你们一个个都宰了 看你们怎么害我家少爷 田伯营吓得坐在桌前 一动不敢动 沈时先把他一脚踹倒 接着就冲着干脆来了 沈刚赶紧劝道 石伯 我知道你这都是为我好 只是杀了他们 我也要受连累 沈时道 不关少爷的事 到时候我自己到衙门自首 绝不连累少爷 干脆只喊饶命 说以后再也不敢来了 要是再来 就让他摔断双腿 花文也发誓 要是再来 就让他烂眼珠 沈刚也诅咒发誓道 我以后再也不跟他们来往 若为此事 不得好死 沈刚慢慢站起来 夺下了沈时手里的刀 沈时说道 好 我听我家少爷的 饶了你们的狗命 要是以后再来 引诱我家少爷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也不会跟你们善罢甘休 沈时冲这些人喊道 还不快走 石弟兄们吓得浑身发抖 连滚带爬出了沈家 那小银儿 张巧儿 吴娇儿都吓得腿软 互相搀扶着走出了门 凡是见这些人领着娘小在家里 又是喝酒又是赌钱 心里也在骂他 突然听到外面喊打喊杀 赶忙出来看 见那些人连滚带爬出去了 便来到书房对丈夫说道 之前这些人哄着你 把家产败得金光 那时候他们哪个理你 幸亏有沈伯为你赎回祖产 你怎么又招惹这些人在家里胡来 沈刚道 前几天这些人来 我也不想搭理他们 可是他们说给我暖屋 我实在推脱不过 今天他们来 我并没有和他们一样 头子都没碰 凡是道 只恐怕见人吃饭肚长痒 现在忍得住 以后时间长了 就不一定了 沈刚道 我已经发下毒誓了 两人正说话 沈时走了进来 在沈刚身边扣下了四个头 说道 老奴今天惊吓了少爷 不是不给少爷体面 只是怕这些人图少爷的银子 灾害了少爷 老奴让少爷丢了面子 请少爷诚挚 凡是道 相公之前就是放不下面子 才摆脱不了这些人 以至于家业败尽 你这么做不仅没错 反而有大功 沈刚知道沈时是为自己好 把他扶起来 说道 我正想着怎么和这些人断绝来往 你这么一下 正合我意 以后我在家里好好看书 再不出去瞎混了 从此以后 沈刚把家里的事都交给沈时 再也不外出 那些人想找他 又不敢进来 以后慢慢就不再来往了 后来 沈时找了一个老学究 认真读书 又替他纳了奸 跟他一起上京 再做了长沙府经历 也算是浪子回头 沈时后来活到了82岁 一直为沈家看管家业 没有贪过主人一分一好 他的儿子关宝 也和他一样忠心耿耿 沈刚看他父子俩忠心耿耿 还了他父子俩卖身文书 恢复了自由身 把关宝当作兄弟般看待 要是没有沈时在山里 无怨无悔苦心经营 沈刚这个败家子 早就不知道倒闭在哪个臭水沟里了 后来要不是沈时大闹一场 他肯定还要败家 说实话 沈刚配不上这样忠心耿耿的老管家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